诚信男子购买房产 借名登记在儿子名下缴纳所有费用 购买高级沙发、床序 带儿子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成家立业使用 没想到儿子竟便卖家具还贴出售屋广告 让他气得提告请求移转所有全登记 儿子出庭竞称父母说过百年之后 房产就是我的 房产是赠誉而非借名登记 拒绝移转新北地医院判决父亲胜诉 儿子要归还房产 诚信男子提告指出 2008年1月购买新北市三重区长荣路一间社区大楼七楼房产 借名登记在儿子名下 并以儿子名义缴纳贷款之后相关税费 税费家具采购都是由他支付 所有权状也由他保管 虽然他让儿子居住 没有索取租金 但不代表已经将房产赠予 陈此初未规划财产 才会将不动产 借名登记在儿女名下 但他仍包有使用管理收益 处分之权 结果儿子因经营生意失败及离婚 竟要变卖房产 还向地震事务所谎称所有权状 一失不发权状 他看到房屋门口有售屋广告单才得知 只能提告请求终止 借名登记以转房产所有权 陈此出庭便称从未与父亲约定 借名登记契约 虽然钱是父亲出的 但那是父母承诺要将房子赠予给他 让他求学归国后 用来结婚生子组织家庭等他返国入住 已经有工作收入 父亲仍次愿缴纳资款 房屋税 地价税 税费 电费等费用 还给他生活费 陈子表示 父亲以集中管理家族成员名下财产文件为由 没有给他房屋所有权状 他需要了解相关讯息 才会向地震事务所申请补发权状 该间房产竟然是父亲自愿赠予 他当然有权利申请补发权状 他也曾经缴纳过水费 有修据位证 并非所有开销都有父亲负担 陈子便称 父亲赠予这间房产是让他能与妻子 小孩有安身立命住所 并非先见名登记 吸引女子同意嫁给他 之后再随时追夺回去 如此起飞会造成他一家流离失所 另外 父亲在2016年7月有说要卖房子就去卖 也曾说过百年之后 房子就是他的 这些都代表已经将房产赠予拒绝移转房屋所有权 法院认定房子从挑选购买签约付款 都是由陈姓男子与妻子一起进行 陈子当时在日本读书只有签约时才出面 之后所有权状一直都是由陈保管 陈直到在儿子住家门口看到要卖房子的广告 前里面的沙发跟床都被以数十万元价格卖掉 才知儿子私下以权状遗失为由另外申请权状打算卖房 法院勘验双方对话录音加上陈的妻子出庭认称指出当时丈夫发现儿子要变卖房产 非常生气气的说出若你要卖让你去卖 但是在跟儿子吵架并不是要将房产赠予 法官认定有对话内容可知陈子在没有得到父亲同意下 实质上并无法自行决定处分该房产 也自知自己并非房产实际所有权人 法院在调查陈的不动产分配状况 陈确实都有购买房产登记在二个女儿及儿子名下 女儿名下的均出租 由陈实质管理并收租 仅有儿子的给儿子居住 女儿出庭证词均与父亲吻合 仅有陈子人便称母亲姐姐证词都偏袒父亲 且称父母说他们百年之后房产就是他的 这就是赠予之意 法院指出虽然陈子母亲出庭承认曾对儿子说过等他跟丈夫死后 房子就是儿子的 但死因赠予以赠予人死亡 且受赠人人生存等停止条件成就时 是发生赠予效力 陈子父母既然都健在 男人所约定死因赠予以然生效 陈子辩解并无所拒 陈与儿子的借名登记契约即已终止 陈子自然应将房产一转登记给父亲 陈姓男子购买房产借名登记在儿子名下 缴纳所有费用购买高级沙发 床序 带儿子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成家立业使用 没想到儿子竟便卖家具还贴出售屋广告 让他气得提告请求以转所有圈登记 儿子出庭竞称父母说过百年之后 房产就是我的 记者原志豪摄影 分享